找我 憑住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Ivy 艾薇 歡迎來到漫步商業街 創業路上你不能不知道 創業前導的是三堂課 今天來到第八集 地八集囉 老師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上一集是提到管理 那我们这一集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是目标的设定跟企业文化 那请老师为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做最好的教导 好啊 上次我们谈了很多管理的部分 大家都还记得管理是有泰勒化啦 这些科学化的管理 21世纪组织中的组织这样的管理 那我们谈了这么多 但是呢大家知道管理是必须要有目标的 如果说你一个管理是没有目标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根本就管不动 没有章法 没有章法 而且呢人家会就是说被你管的人 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这样做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主或者是说一个CEO 你得要注意就是说你所有的管理都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才行 有一个目标然后有一套方法 对 规则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稍微提一下呢 我们大概目标设定大概要怎么做 那么但是呢目标设定又跟所谓的公司的文化的建立 又是密切相关 是跟多斯文化相关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稍微提一下呢 公司文化的呢大概要怎么建立 好那不管如何呢我想我们先大家都知道啊 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有目标的叫做什么 航行 没有目标的叫做流浪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目标设定 首先我先提一下啊 以前我们在学所谓的目标设定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讲说哇你应该把你的企业设立什么呢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长远的啊 对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 速度变迁非常快 速度变迁太快了 所以呢 基本上来说呢 如果叫我们一个企业呢 设定所谓的十年期的目标 二十年期的目标或三十年期的目标 事实上呢 你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 会一直修改 不仅会一直修改 你会发现说我不晓得 我真正的目标 不确定性 对不确定性太高了 而且我所谓的不确定性啊 艾薇刚刚讲的非常好 不确定性 到底不确定性有哪些呢 总之来讲的话 例如说世界环境的变迁 是 世界环境的变迁 还有政局的变迁 是不可小碰 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每一个企业家最头痛的就是人员的改变 这是真的 对 对 以前呢叫做X世代 对 Y世代 叫Z世代 现在叫做千禧年世代 哇 前禧年世代的人根本进了公司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会跟所谓的战后的这些 像我这个年龄还有艾薇这个年龄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 所以大家知道啊 这样的变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如果我们要应 就是所谓应应这样子的一个变迁呢 方法之一呢就是把你的目标设定稍微缩短一点点 你要调整让它可达成可执行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你要建立你的一个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是带领自家公司的一个方向 对 而且会形成一股这个文化会延续下去 是 但是企业文化的设立的时候呢 你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你留下的呢 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是 让所有的人 不管是未来的接班人 或是未来的新进的员工 都能很理解的了解我们的公司大概怎么走 是 那我先来提一个例子好了 大家非常在汽管界呢 非常有名的一位 可以算是大师级的一个人物 叫做杰克威尔许 杰克威尔许 他是那个旗艺公司 GE公司的前任的执行长 那他因为在GE的这个任职当中的 大幅的改善了旗艺公司的获利状况 所以变成管理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 是 但是说到这边大家知道吗 GE公司是谁创立的 艾维你知道谁创立吗 一个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 大家知道吗 对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大家都知道 发明家 对那个人就叫艾迪生 对 那艾迪生呢大家都知道啊 那我们比较了解说他是发明的电灯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GE公司一开始做了什么是所谓的供电系统 啊 那就跟他的发明是相关的 对 供电系统 艾迪生还有一个强力的对手是谁呢 他还记得吗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也蛮有名的啊 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所以特斯拉被埋没了这个五六十年以后呢 现在因为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开始风行世界以后 大家又开始理解了说 哇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跟艾迪生差不多厉害的人 也是原来是一个发明家 非常厉害的 好 总之呢我们言归正传回来 捷克威尔许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因为那时候奇异公司呢 荣源很多 然后赚钱的单位非常少 所以他首要的目标呢 就是改善这一家老旧企业的获利能力 是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因为这个 懒 公司不养懒人嘛 对 公司不养懒人 而且 对 而且奇异公司你知道上百年的老公司 大家都有情感 对 所以呢那个 捷克威尔许呢 一到了每一家 他后来就是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 非常重视所谓的数据的管理 那他也很喜欢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视察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子公司的经营状况 那每次见到经营状况 看了以后 不行就把这整个公司就裁测掉 卖掉 大刀破 对 所以他那时候的外号叫做中子杰克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嘛 那个中子弹呢 发明以后大家就喜欢用这个中子 这个东西 中子弹一直是说呢 一打进去的时候建筑物不会毁坏 但是所有里面会活的全部都死了 中子杰克就是这样来的 建筑物是留下的 好 当然了他也就贯注了奇异公司一个非常新的文化 也就是互相竞争 获率取向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他退休以后呢 奇异公司接连的后面又有二三十年的那个 就是在继续营运嘛 对 这个所以大家特别记住 好 那我们还是要回来我们的那个目标的设定 所以大家记住哦 你的目标设定一定会跟你的企业文化勾在一起 而你的目标设定呢 又会跟你个人的成长又会连迭在一起 很重要 对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要个人成长 企业成长 或是甚至呢你要安排建构一个企业文化 这一堂课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大家好好听了 对 这里面我们会用一些技术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会请艾薇帮我们示范一些具体的做法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目标设定呢 要怎么设定呢 大家有讲过我们不希望大家设定太长的时间 对 因为时代变运不一样 现在不能够设定这么长 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呢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就设定到两年到四年的目标 那两年到四年目标呢 你也就是无断地去修改保持你的弹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保持弹性的话 面临外来的环境的变迁就很困难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标设定呢 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文字叫OPA OPA 对 这个不是韩文的OPA喔 好不好 这个叫OPA 对 不是OPA OPA 那这个OPA呢 是谁提出来的呢 是那个安东尼罗宾 就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所谓的激励大师 他提出来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呢我们分享在这边 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OPA怎么回事 第一个O呢叫做outcome 也就是所谓的成果 那么成果里面呢 我们需要想象 你必须去想象你的成果 因为成果还没有出现啊 对 非常在设定的时候 那成果需要想象你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某种勇气 是 肯定要 对对 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连梦想都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空白的是不行 空白对 你突然叫你说你能不能人生梦想 你明年要做什么 后年要做什么 很多人在这边就会稍微迟疑一下 也表示说他平常并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所以成果这部分不仅要想象 你还需要一点勇气 勇气 勇气 然后过来P呢就是purpose 也就是你的为什么 为什么 在英文来说更简单就是why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想要改变 为什么要改变我的现状 为什么我要达成目标 我达成目标对我的人生 对我的周边 对我的环境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过来A就是很重要的 特别重要就是执行 这个好重要 对非常重要 没有执行一切都空谈了 没错 没有执行一切都是空谈 就是我知道有些人 就是我提前听过一句话 没有执行的梦想都是空箱 对像简咒有的人 没有执行一切都没有执行 对没有执行 那待会我们稍微可能还会可以有机会 我们可以提到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outcome 我们说成果需要想象 到底要怎么想象呢 对啊到底要怎么想象 对所谓想象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如果你想要想象你的成果在两年或四年里面你要达成这样的话 你必须可以用两个技术 两个技术 两个技术我们可以来做 第一个技术呢就是叫做木志明的练习 木志明练习 木志明练习就是这个 木志明练习 好 这个木志明练习啊 大家不要小看它哦 我们在做品牌核心价值的时候 或是为了写品牌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这个木志明练习 哇哦 那木志明练习 对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到底想在人家或者别人的记忆当中留下什么印象 是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嗯 你就想象中如果说我今天已经躺在那个木地里面 然后你的木志明呢写了短短的几句话描述你的一生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样的字句来描述你自己 如果说你能够想着 社里客人的品牌形象 老师这个算 也算 也算 如果说你能够知道这个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说我人生的未来方向要变成什么样子 嗯 嗯 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哲学大师讲得非常好啊 认知就是现实 认知就是现实 对 今天也大家特别讲这句话鼓励大家 不要被现在的现实给打败了 是 现在现实也许严苛但是呢只要你透过你的想象透过你的认知 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 是 嗯 那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艾维好不好那你觉得你的木志明大概是什么 温暖而有影响力的人 对温暖而有影响力的这个呢就可以简单来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艾维一辈子需要追求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嗯嗯嗯他希望能够做温暖而且有影响力的人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品牌核心价值或是所谓的木志明练习的时候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我们会逐字逐字的去推敲 是 所以如果说没有人帮你做木志明练习的话老师建议你哦 就拿一张白纸类是这样的白纸利用我们在心理学的因素里面叫做自由流动练习自由流动练习 也就是说你拿着一张白纸你突然在脑子里面冒出什么样的字句 自由书写啦 就书写就写进去写进去写进去写到这张纸都满的时候呢你再来开始做分类归类 你慢慢慢慢大概就知道说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老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边大家一定要听吗 要啊 一定要听啊 我希望成为一个左手赚钱 右手失财也就是把财散出去的人 一个流通的管道 一个流通的管道 对 其实跟艾薇是也蛮相似的 也蛮相似的 只是我用左手赚钱而已啊 好 那我们来看啊 除了这个木志明练习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愿景图 愿景图 或是梦想版 对 梦想版 那这个名字啊 如果你们最近有看日剧的话呢 叫做《凤的闲暇时间》 这个连续剧正在联播中啊 里面的女主角叫黑木华 对 黑木华是日本这个电视界里面 非常有名的文艺型的演员 对 功力很好 对 功力很好 它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梦想版的练习 那梦想版练习 你要怎么做 一样 你拿着一个白纸 白纸 对 然后呢 你想在两年到四年后呢 你想要做什么 完成什么事情 你可以用什么自己画 当然可以 然后你也可以拿那个什么 包装杂质 剪贴 杂质 剪贴 如果说你想要去希腊 你就把那个旅行社 有没有 希腊那个广告单 把它剪下贴上去 然后这样写 然后你把这个整张纸铺满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你整个的那个想象力就开始活动了 就流动了 是 是 是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人家去鼓励你说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梦想呢 其实你自己就可以激励自己去梦想 这个是好方法 是很容易 对 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 而且我建议大家 你大概几个月就做一次 几个月就做一次 老师 可是几个月做一次 会不会更改太多啊 有的人他可能三个月前 三个月之后他又不一样 基本上我觉得人的主要的想要的东西啊 不会差太多 就是说你一辈子想要的东西 大概都不会差太多 因为我们以前提过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嘛 你要么就是生理的啊 要么就是安全的啊 对不对 要么就是社会阶级的认动 要么就是自我实现啊 类似这样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 不差太多 除非啦 除非说你这个三个月前做的时候 我刚好三个月后你中了乐豆 那是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改变 不然大部分的话 应该是都是不会有太大太大的变化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个 艾薇他大概怎么做好不好 有一点点好大家就是 容忍一下 对对对 看得出来艾薇在小学以后就没有拿过画笔 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艾薇请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太阳来讲 对我来讲 人生当中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 人生有高山有低谷 对 所以对我来讲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都要有一个正向积极阳光的一个心态 是 我们碰到任何问题都能够依然 而且可以让日子变得比较乐观快乐好过 是 那这两个心呢 对我来讲这个爱跟散播这个爱的能力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代表的是我个人的信仰 对基督徒 对 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 是 所以希望能够把爱散播出去 是 更多的人 对 这个鸟代表的是自由 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一切自由 不管是财富自由 各方面的自由 对我来讲 这个很重要 不要任何东西捆绑 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 这个很重要 左下角的这个看起来 像黑黑的一个一个串起来 这个是人啦 人与人的串联 对我来讲 每一个人在他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心之处 那我希望透过人的串联能够壮大 不管是在人脉 在经济上 金钱上面的串联 或者在机会 各个方面串联能够壮大 并且从这边当中能够有一些获利的钱财 产生出来 那有这个东西就可以供应支持我 后续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这个飞机大家看出来吗 我希望自由能够想去哪儿就去哪里 对 不需要受任何的影响 然后船可以出去 然后之后呢 这个大概是 阶段性啦 这个当然是可能老实说 现在不能讲太远的计划 因为大概就是先五年吧 就是这几个可以达成 好 OK 很好 那 由于这个艾薇也是第一次做 那刚刚好可以符合我们课程里面所需要提的一些细节跟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在做任何的这个目标设定 尤其在愿景的设定的时候 你必须掌握什么呢 掌握一个英文单字叫做Smart Smart 对 S-M-A-R-T 对 第一个 S呢是什么 Specific 明确 明确 例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边 钱 对不对 我们在做目标设定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钱这个数字 明确的量化出来 是 是两千万还是四千万 嗯 就把它写起来 可以吗 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重点说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达成 是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还是2025年 要把日期标上去 对 日期标上去的意思 然后过来呢 有些是 然后还要有可测量的 可测量的 可测量的 也就是说呢 像 上一期有提到 对上一期有提到 像这个 这个好了 那个 人的串联 对 对串多少人 OK 那 那要有吸引力 我想这边吸引力是有的啦 例如说坐飞机啦 去外国啦 对 这个是蛮有吸引力的 然后过来要很实际的 实际的 实际的 实际意思就是说呢 你设定的目标不可以 太难 不能达不到 对不能达不到 达不到就变成空想了 对 对不对 人家是说你在做白日梦 对对对 那也不能太简单 没有挑战性 没有挑战性 那就 那个设定目标 就没有它的意义了 然后过来就是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你到底 什么时候要完成 叫time limited 也就是时间的限制 所以请大家特别记住 你在做任何的计划里面呢 就要 要记住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有smart 把它放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 简单的谈看到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outcome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果 那我们要怎么去想象 已经告诉大家 两个技术 请大家回去呢 慢慢的练习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你现在已经有了 愿景了 对不对 有一个问题是 动力在哪里 信心 信心喊话 没有 我们现在要先谈一个 就是所谓的动力的问题 是 动力的问题 动力 动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动机 就是英文讲说 叫做motive motive 就是动力 那动力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目前老师帮大家来看 我们大部分人的动力 做什么事情的动力呢 大概会有14种因素 14种因素 这种因素 有金钱的 有信 有权力 尊重 嫉妇 嫉妇 完美 动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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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因为金钱的取向 还是因为信 还是因为权力 还是因为它需要得到尊重 还是因为它喜欢嫉妒别人的成就 等等等等 这个你都必须了解 然后了解以后 你把这个东西放 就把它放在你的企业里面 这个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个企业文化 像有些公司来讲 它是以金钱为主的 作为它作为的动力 尤其是营业单位 对不对 那营业单位的人呢 你就会发现 他左手呢 是个胡萝卜 右手就是个棍子 听懂了吗 你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子 你做的好 我给你大量金钱 对 做的不好 我告诉你有同财竞争的压力 是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说 业务单位就是这样 它整个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子 但是它的负面是什么 它负面可能就是什么 比较贪婪 对 然后呢 厉害的人就非常非常的骄傲 对 这样懂 那有些公司呢 它是鼓励大家同财性的竞争 对 同财性 同财性的竞争 就会上次我们有特别提到 我们的那个指挥的架构 也就是说公司的管理架构 就会变成金字塔型的 是 上面是董事长 然后上面是CEO 然后下面一直往下来 最后面就是小兵 对 那但是呢 你知道吗 在传统的这样子一个指挥架构里面 行政架构里面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 因为有同财竞争的关系 就断绝了资讯的往来 我就是不告诉你 对 这个也是要小心避免 对 我就是不告诉你 所以讲 大家都不告诉大家的时候 告诉你很难做事情 这个企业要成长就很难 所以特别小心哦 就是你的企业文化真的会关系到你的企业的成长 好 那不管如何 今天如果是放在个人的身上 就请你自己去书写有14种的部分 那你可以来看看说我到底要用哪一种 哪一种方式作为我一个动力 那把它思考里面 把它写在另外一张纸上面 不断的提醒自己 好 那过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 你必须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一些事情 尤其你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嗯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是 如果你觉得你不可以做得到 或是你做不到 或是有灰心丧志的时候呢 老师教你两个方法 来 听好了 两个方法 嗯 第一个方法 你不断的去看 每天呢 反正你都在逛FB嘛 对不对 反正你就好好去逛 看一下那些励志的那些故事 哦 文字耶 文字 故事 励志小故事 对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去找那些 体育的 选手 这是真的 尤其是职业的选手 嗯 还有职业选手的教练 嗯哼 他们呢 真的是 肉体上跟心灵上 所碰到的压力跟挫败 远比我们普通人都要高 是没有错 没有错 他们还会受伤咧 他们受伤就没有钱可以领咧 职业求援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去看看他们怎么过来的 他们告诉你说 他们往往都相信自己 他们甚至还有相信一个更高的信仰 可以帮助他们 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对 没错 大家可以理解了吗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 请你们呢 拿一本笔记本 日记本 笔记本 对 每天写一点呢 什么 自己做 对的事情 啊 就是强化信心 对 对 鼓励做鼓励 没错啊 非常简单 你只要每天你觉得做的好的事情 做的对的事情 你就把它 记录下来 然后你每 就是过了几个月或几个礼拜去看 然后心情低落的时候 就翻看一下 哦你会发现的时候 原来你自己是很强的 哦 OK 这样了解哈 好 过来呢你一定要毅然行动 Action Action 嗯 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的就是执行 执行啊 嗯嗯嗯嗯 哦对不起忘了提了 这个呢就是你的Why 就是你的Purpose OPA里面的Purpose Purpose 嗯 你大概就知道说你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 好 然后过来就是毅然行动 也就是Action Plan 对 就是 往前不要回头啦 对往前不要回头 Action Plan呢 其实呢 你把你的那个每天 例如说我们举这个艾薇这个例子好了 好 以这个钱作为例子好了 嗯 他如果不管要赚2000万或赚4000万 请你在这2年到4年里面呢 把它用年 月 把它切分 周跟日 把它切分开来 哦 然后切分开来呢 把它安排成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例行性任务 例行性任务 嗯 大家记住我们每天要做的任务呢 分成两种 两种 两种 这个都叫做我们例行性的任务 都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有生产力的 有生产力的很重要 一个是没有生产力的 上一集有提到 嗯 对没有生产力的 有什么呢 吃饭啦 聊天啦 开会啊 联谊啊 然后参加一些 活动啊 参加一些活动啊 对不对 那其实没有什么生产力的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有生产力 生产力什么呢 主要的定义就是说 对于你的目标 有一点一点的进步的 是 一点一点进步的 那个这个叫做生产力的 有生产力的例行性活动 那我建议大家 不管一个公司 或是一个个人 嗯 其实你每天只要保持 两到四小时 有生产力的价值的 就可以了 唉 这个就好像欧洲 一些大门司 都是这样 对 好好用心工作 专心的四个小时就够了 对 真的是这样 不信你去看比尔盖茨 嗯哼 他也是这样讲 每天工作四小时就好了 是 马云也这样讲 是 四小时就好了 大家了解哈 一到四小时是专心的 坐在自己的那个 有生产值的例行性的工作里面 你就会发现 差距很大 一年之后 不用说一年 一个月后你就会发现 你差距很大 你的目标就会更容易达成 好了 有了例行性目标以后呢 一定会出现一些成果 嗯 这些成果呢 好 请大家特别记住哦 不管我们做不做 嗯 行不行动 是 都会有成果出现 好的成果跟坏的成果 对 不是那个成果不是说我去做了才会产生成果 是你不去做也会产生成果 都会有一个结果 都会有一个结果出现 所以呢 与其你不行动产生那个结果 倒不如你去行动 这样但因为从心理上来说 会比较甘愿一点点 是 好 那所以呢这个成果呢 碰到成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把成果分成两个 我们的 我们的邱上公过来了 好 那 麻烦请过去一下 好 那么成果两个部分呢 一个就是正面的成果 是 那一个就是所谓的阻碍 是 阻碍 那阻碍到后面呢 你会发现说 你必须要去应对跟反应 修正 要修正 修正 然后呢继续再往前走 是 嗯 你只要越修正呢 越有那个成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呢 是 越强了 会强化了 会越强 这样懂哈 所以请大家特别来记住一下啊 呃 我们所有的东西呢 都必须要在这个信心 毅然行动 来行动 结果以及应对反应当中呢 对 来做循环 是 然后不断的去去去修正 对 然后呢甚至去简化 简化 我们的阻碍 对 我们的阻碍 这样懂哈 听懂 所以请大家就是 呃 目标设定来说呢 对大家来说呢 对整个的企业文化 跟自己个人的成长 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请大家呢 现在要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梦想版愿景图 对 梦想版愿景图 对 然后呢一把这个梦想版愿景图呢 画出来以后呢 就麻烦贴在一些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对 而且要备注上日期哦 嗯 备注上日期 是 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什么呢 我可以做得到 信心喊话 嗯 一定要信心喊话 为什么一定要信心喊话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呢 都听到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是 大部分人都告诉你说 你可能不行 你没有忘 你那个是什么学历 对不对 你那个是什么长相 对 你什么家世背景 嗯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对 我们这一次再回顾一下 就是 认知及时现实 认知及时现实 你怎么看待自己 你怎么看待自己 就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 而且呢 我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一下 大家收看这个节目 大部分是为了自己想要从事商业的活动 是 对我们也知道 其实呢 商业的活动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都是那么的精于计算 然后那么的精精计较 是哦 事实上每一个商业活动 你只要做出来 都是代表 你对这个世界的反应 是 如果你作为一个商业人士 你认为这个世界都是那种小人当道 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小人不断的出现 到你的生活里面 骗子横流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商业人士 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呀 是的 是不是 你可以不要这样做 你可以用正面的 更诚实的 更诚恳的 甚至更有理想的 更有理论的 方式来做你的商业 是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 其实每一个商业活动 都是代表了塑造世界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是 所以请大家特别记住一点 就是说 目标的设定一定是跟你个人的成长 还有呢 你的企业文化的设定 是有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所以请大家呢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 多下一点功夫 是 好的 那我们今天老师的课程就到这里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 帮我们讲解这么仔细的这个目标设定 跟企业文化 这个是带来一个 不管是我们运用在个人 或运用在企业上面 其实都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大家回去好好从这个梦想版开始 我们做执行 让我们的梦想 形象化 影像化 视觉化 能够帮助我们更有信心 然后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 是 朝我们想要去的目标前进 好咯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老师 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教导 对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